那么追我追一半就不追了呀 打电话也不接发消息也不回 不是你说照顾我一辈子 听我一辈子话的吗 那你把我当成什么 是不是还应该让我给你叫两口 两个人先别吵了 要不我们分开聊一下吧 他之前一直在追 我的前几天突然之间就联系不上了 我追了他快一年了 如果他真对我有意思的话 是不是早应该确认关系了 他打电话也不接发消息也不回 我也没说我不喜欢他呀 他怎么这样啊 我把所有热情都给他了 他却无动于衷 我就是想再等一等 那就算了吧 那男生追女孩子 最起码要追一年以上吧 一年 如果一年之后他还是这个样子 那我消耗的时间精力 钱谁来补偿我呀 那感情中谁付出多少 为什么要算得那么清楚啊 毕竟他还不是我女朋友 及时之损才是比较明智的选择吧 我付出了我自己啊 每次出去吃饭 看电影都是我花的钱 是他追我 再说他约我我也出去了 那他花钱不应该的吗 为什么男生不花钱就是小气呢 好 我给他买东西 那他是不是应该给我一点回应啊 就他这样的 怎么能追得上女孩子 我可以为他不服 但我不可能不求回报的 一直这样下学 我可没说我喜欢他 始于言之吧 当初他追我的时候 我也刚分手 也没有什么心思谈恋爱 他对我的态度 跟对别人的不一样嘛 但是我现在想 估计那些是他装出来的 慢慢的 他对我越来越好 我就想着 对他态度好一点了 但是他身上 还是没有什么让我喜欢的点 我是真的感觉不到他喜欢我 不想 我希望他还接着对我好吧 我刚刚问了你们相同的问题 想知道你们的回答是什么 不用了 主持人 他刚才肯定在说喜欢 你在试试 我说不定我哪些就同意了 还是算了吧 我不喜欢换多换时的感觉 我也不喜欢我的付出没有回报 不是你再试一试 我现在已经有点喜欢你了 别别别 我们聊 我认识 我们聊 我们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